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说到这儿有的观众们可能问 为什么这个大型运动会要推出极强物呢 其实首先一个任何一个集会 它都是某个国家主办 那么借助这个机会 我推出越多的能被大家记住的形象 越有利于推广我们这国家的文化 来宣传这次会议的主旨 这是很重要的层面 第二个 除了这个宣传角度 第二个主要是钱 因为我们这一切大会有很多追捧者 像世界杯 球迷来的很多 那怎么样能表示 我这个球迷到此一游来过呢 买个纪念章 买件对衣 买个吉祥物 这几乎成了每次世界杯和奥运会 每一个体育迷到场必须要干的事 那么今年大家也知道 巴西世界杯同样推出了吉祥物 可是这个吉祥物和以往吉祥物一样 遭到了各种各样的非议 学厨师拿高兴 山西新东方烹饪学校 邀您精彩继续 世界杯吉祥物花样百出 从狮子豹子到橙子辣椒 从普通男孩到积木外星人 吉祥物的背后又有哪些让人崩溃的事实 赚钱的吉祥物 因何让商家破产 他们的推出又为何遭遇非议连连 他又能否真的为球队带来好运 老梁故事会为您揭开吉祥物的预言 那么今年大家也知道 巴西世界杯同样推出了吉祥物 但是这次巴西世界杯的吉祥物 连巴西国内的人都提出很多看法 说这个吉祥物是什么呢 它中文名字叫弗莱哥 它的英文名字呢 用当地话吧 就是Black狗 什么意思呢 这个它的原型 吉祥物的原型是个动物 这个动物叫球鱼 蓝犬庞哥哥九分 蓝犬庞哥哥剩余的鱼 这个球鱼呢 是南美洲非常独特的一种动物 只有在南美洲有 这动物跟刺猬似的 遇到外界一刺激一害怕 团成个团 它外边的是一层壳 就像铠甲一样 所以这个动物别名叫铠鼠 就是踢着铠甲的老鼠的意思 长得像老鼠 但外边是一层铠甲 团成个球 从外头看特别像足球 所以把它作为 巴西世界杯的吉祥物 创意是从这来的 说这个也挺好的 多有创意 还符合巴西特点 这南美洲独特的动物 为什么巴西国内人 都不接受呢 坏就坏在这名字上 这个腐安口 在这个葡萄牙语 我们都知道 巴西是葡萄牙语系 在葡萄牙语系里的 腐安口是什么意思呢 是欺骗的意思 而且后来这个词呢 作为葡萄牙语呢 在巴西流行的时候呢 在巴西的底层人口里边 这个词甚至还有一些 咱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子 很粗鲁的意味 所以你拿这个词 来形容这个吉祥物 那当然巴西国内 很多人不接受 说你这不礼崩乐坏吗 这成了 怎么能拿这个东西 当吉祥物呢 尤其是呢 这个吉祥物 当初在推广的时候 还找了不少孩子 围着这吉祥物 设计好了欢天喜地 孩子一般都五岁到七八岁 这个岁数呢 你说小孩就张嘴腐来腐 闭嘴腐来 有些成年人听得特别变 这就跟咱们听孩子骂街 生气的一个道理 所以这个吉祥物 在巴西国内 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那么说这个吉祥物 世界杯吉祥物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这个历史呢 是得追溯到1966年 第八届世界杯 就是英格兰主办那场世界杯 前七届世界杯 是没有吉祥物的 到第八届世界杯呢 当时这个英国就想出个点子了 咱们得弄个吉祥物 来展示我们这 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生地 足球回家了 咱弄个吉祥物吧 弄个什么吉祥物呢 是穿着人衣服的一头狮子 就人形的狮子 它为什么是用狮子当吉祥物呢 咱都知道英格兰队 有外号叫三十军团 你看英格兰队对湖 上面那个标志 那也是英格兰族球协会的一个标志 象征着英国足球 是由三头狮子和十朵 这个枪桂花组成的 所以用狮子代表英格兰队 很恰当 那么英国主办一次世界杯 也用狮子来象征 这个吉祥物有个名字叫威利 这个吉祥物在当时 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1966年英国世界杯诞生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杯吉祥物 一项以狮子作为象征的英国人设计了一只较威利的卡通狮子 于是这只可爱的狮子就成为英国人向世界宣传世界杯的亲善大使 另外更主要的创意是什么 这个狮子身上穿的衣服 这个衣服是整个英国的米字旗图案 我们知道英国国旗米字旗 把米字旗整个披身上做成衣服 有人说这有什么稀奇的 我们现在看 你看很多美国人 那一身衣服都跟美国国旗是很常见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不是 那个年代一般来说 这个国旗国徽的图案出现在衣服上 出现在什么位置 不可能是铺天盖地 而是你衣服的重要部位 比方说胸口这有个国旗 再比方说衣袖这有个国徽 一个重要位置 像这种整个的国旗图案都铺上了 这在当时是没有的 所以出台这个吉祥物的时候 英格兰族协就考虑 这会不会有些保守派人士反对这个 结果没想到是推出以后 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就是很多保守派人士也认为 这个衣服漂亮 所以在这次事业杯之后 这种服装设计方式 不仅是机枪物 推广到普通人穿的衣服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 看过美国那个电影 阿甘正传 阿甘正传里边 阿甘在参加完越战 回来之后 结果美国国内 这不是反越战游行 习了糊涂把他给拽里边去 这时候那电影的镜头呢 画面上呢 是反战游行 里边就有很多美国年轻人穿着 整个的衣服都是美国国旗 每个地方我去 我都要站在线 中文字幕 台湾 所以在70年代 由于1966年 英格兰世界被引领的这个潮流 在七八十年代世界范围之内 用国旗做衣服的这个线上推广 这是由一个吉祥物 维利这个狮子带来 有人说说这个吉祥物 开了这个仙盒 那看来后边这个推吉祥物 都是好事 因为当时维利这狮子 做成各种卡通玩具之后 也是大卖热卖 可是仅仅隔了四年 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 这个好戏没演绎 墨西哥世界杯也想呢 照葫芦画瓢 跟英国人学 我也推出个吉祥物 得体现本民族风貌 推个什么吉祥物呢 这个吉祥物叫胡安尼特 1970年世界杯落户墨西哥 墨西哥人用一个 带着传统墨西哥草帽的小男孩 胡安尼特 向世界发出了邀请 后来叫墨西哥人反对 怎么反对 这孩子这个短衣短裤 这衣服这露着肚琴 咱们现在可能有人说 那有的女孩穿衣服露肚琴 挺可爱的 但是那个时候 70年代的墨西哥 整体人的观念是保守的 所以他觉得这孩子 这短衣短裤 这个上衣这还开开着 这露着肚琴 这有点有伤风化 所以墨西哥国内人 根本就不支持这个吉祥物 但是那一届世界杯很有意思 虽然吉祥物这块受到阻拦的 但是70年世界杯 对我们现在世界杯来说 现代足球的拓展来说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有三个特别明显的贡献 头一个贡献是电视转播 那现在看世界杯 你觉得没电视转播 都不可思议 最开始有电视转播的 是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 当时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 能收看着世界杯 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程度 第二个呢是对比赛用球 这方面的限制 原来这个比赛用球是咖啡色的 做工也不弃 踢起来有时候你要开大脚的话 能给你踢的脚都生疼 那么这一届世界杯 对比赛用球 采用了专门的赞助商来给提供 它好在哪呢 手工缝制 它把整个这个球体 分成32块 由12块黑色的五边形 和20块白色的六边形 做成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现代的体育比赛 足球比赛用球的一个处点 所以它对比赛用球 有了特殊的距离 在第三个最大的创举是什么呢 回去换人 你看咱们现在足球比赛 大伙都知道一场比赛能换仨人 谁受伤了赶紧把他换下来 或者谁状态不好换下来 但是那个时候 70年设备之前是不能换人 不能换人造成什么后果呢 杀伤战术 就是在场上 你对方前锋要好使 那我后卫看你 我想话给你铲伤了 甚至腿给你踢舌了 人家说这不怕你吗 没事 红牌把你罚下来 也把他踹散下来 等于这是两败俱伤 都下去了 说下去了还上人 不行 你要因为受伤 下去了不能换人 你场上就十个人踢 所以当时的足球战术里边 杀伤战术是大行其道 就是我看你这厉害 我们奔腿踹舌了我先 踹舌了 裁判红牌把我罚下来 那你也上不了 但通规不去 所以这件世界杯的规则 可以换两个人 而且严格红黄牌制度 比方说两张黄牌 累计成为一张红牌 红牌 裁判要出的果断 一旦有大型伤害动作 一定是红牌给你罚下来 所以那一件世界杯 在他之前 由于没有这些规定 贝利当时已经出名了 把第六届 第七届 世界杯都踢出名了 踢出名了呢是 他自己心里头不舒服 为什么 他越出名比赛的时候 对他采用杀伤战术越狠 就会罚术似的 一次一次把他吹倒 贝利都有点 我都不敢参加世界比赛 他把我腿踢舌了 我后患背怎么办 一看 这届莫一哥世界杯 在这方面做了严格规定 对他这样优秀球形 是一种保护 贝利回心转意 来参加世界杯 结果就在这届世界杯上 贝利也同样是大碰一彩 吸了很多耗水 所以我说这届莫一哥世界杯 虽然吉祥物一般 但是他这个整个比赛的 行进过程 方方面边 还相对来说是比较顺利 我们说到这个吉祥物 其实很多吉祥物 往往给球队带来的 不见得都是什么好事 而吉祥物本身 有的时候 刚才我说 这是一开始 不太待见这吉祥物 有的是开始大家喜欢的 后来倒了没了 你看82年世界杯 在西班牙 它的吉祥物是个城 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 充满想象力的西班牙人 像一只橘子 带上了世界杯的舞台 也让人们记住了 西班牙南部 那大街小巷 飘散的菊花香味 那么这个城子呢 一开始西班牙人 人人都欢迎这吉祥物 可是到后来 小祖赛 一直到淘汰 西班牙队打得很糟糕 这球迷正没地方发现 由于城子是吉祥物 他们也上街买那城子 就穿在兜里 准备比赛时候 给喊累了解就渴 因为足球比赛 大伙喊号的很累 你看足球比赛 上半场下半场不一样 上半场都是美声 加油 到下半场都敢摇拐 加油 嗓都不行了 所以这时候带饮料 带水果吃 这会正好西班牙输了 这城子 还吃什么吃 全扔到底下 然后回去在路上 经过哪个商店酒馆 这城子飞的 满大街都是水果 这汁什么的 后来西班牙政府 没办法补贴清洁工 你们多干点吧 要不收拾不过来 所以那家吉祥物 还出了这么一个笑话 老梁故事会为您揭开 吉祥物的预言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会粉酒 独家冠名播出 这个吉祥物后来 出了很多有趣的事 就是有的时候 这吉祥物推出之后 大家都欢迎 都买 那么谁经营吉祥物 不就挣钱了吗 但是还有这种情况 吉祥物推出的 大家不喜欢 往往这个经销吉祥物 就赔了 甚至破产了 因为我举个例子 2002年世界杯 谁还能记得 2002年日韩世界杯 吉祥物是啥 我估计你都记不住了 为什么 那就是一次赔钱的吉祥物 2002年韩日世界杯 三个外星人来到地球 头顶脚踢感受了一下 这个地球第一运动的 狂热和激情 当时日韩两国商量半天 我们请第一流的 欧洲设计团队 因为欧洲足球水平高 得足球之精髓 从英国请了个设计团队 这设计团队 三人多人来了 到日本韩国 各个有特点的地方采风 因为你这个吉祥物 必须要体现你 所在主办国的风暴 要不然不白忙活了 所以综合来综合去 他做出了三吉祥物 一大两小 名字叫什么呢 叫阿特摩 象征着外太空的生物 就外星人 一个大的俩小的三个 就是当时的 日韩的足球协会 也都能接受 理念先进 引领时尚 代表未来 挺好 可是推出之后 就像我刚看到 亚团奥运会的吉祥物 What's it 这什么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更多足球迷 根本就不待见这吉祥物 就推出了我也不买 我都不认识 我买什么玩意 搁他家里 再把孩子瞎着 所以这一届奥运会 这一届世界杯 02年世界杯 吉祥物卖的一塌糊涂 经销吉祥物的公司破产了 同样破产的 还有2006年 德国世界杯 吉祥物经销公司 本来这次吉祥物 设计挺好 而且以往 吉祥物不都是静态的吗 露个笑脸 站在这摆个造型 这些吉祥物变活了 是什么 两部分组成了 这个大家可能有影响 一个高辽六式狮子 一头狮子 旁边有个皮球 皮球有名叫皮乐 这俩都是活的 这个形式非常鲜活 就当初推出的时候 我们看着觉得 这创意不错 说为什么创意不错 这种吉祥物 最后经销 公司才能破产呢 这里头有德国人 一些固执层面 首先一个德国人 不认可这吉祥物 德国足球的象征是雄鹰 我们看德国足球 很多的那个徽章 什么里头都有 不是狮子 再一个德国人很骄傲 因为英国跟德国 他世仇 他说这个66年 英格兰事业碑 人就整头狮子 到我们06年 德国主办事业碑 你40年过去 你又整头狮子 这不成超人家的了吗 这对德国人 自尊心是个打击 再一点呢 这个狮子呀 他身上穿着衣服 穿着德国队服 什么的 这都没问题 他问题 这狮子没穿裤子 他为啥 这有道理 狮子腿短 你给他安裤子 他这腿都看不着了 所以这狮子你注意看 俩短腿直的 上面穿衣服 没穿裤子 他说这 作为足球运动员 不穿裤子 这什么玩意儿呢 所以很多人认为 这也是有上风化 在那足球皮乐 小圆脸 本来挺好看 挺活泼 坏就坏在他这名字上 皮乐呢 在德语意思呢 是要玩的意思 也有人用这个代指紧要 那个时候世界杯组委会 正在严查运动员服紧要 所以你弄这些东西 叫皮乐紧要 这是不是对国际足联 一种调侃呢 很多人在这里头找折 反正总之德国人不怎么喜欢 所以对这个吉祥物 推广力度就不大 所以当时经销这个吉祥物 的这个公司 也破产 这创造了破产的梅卡尔渡 02年06年两次 那么说到底呢 这个吉祥物 咱落的吉祥 两个字是什么 都是东道主国家 希望给自己的球队 带来好运 说戴为带来好运 这东西都难说 要真是挺有运气的时候 王老师 你看咱吉祥物好吧 要没运气的时候 你就他给害 什么时候说带来好运了呢 第一件 这个叫维利这个狮子 确实带来好运 因为那一届英格兰队 应该说整体的实力挺强 但是也没有说绝对能强过 当时像西德队 这些顶尖的对手 后来我们也知道 在比赛决赛的时候 英格兰队是4比2 经过加世赛战胜了西德队 其中加世赛里边呢 英格兰著名球星哈尔斯特 也有一座赫斯特的 打进两个球 最后就这么英格兰赢了 所有人说 这就吉祥物给带来 当然这个 在我看无稽之谈 因为这届英格兰队 有很大变化 他主教练拉姆赛 首创了4-42阵型 就这种攻守平衡的 4-42阵型 4后卫4中场2000分 到现在为止 世界很多强队 还在沿用4-42阵型 就说这可不是吉祥物的事 当然也有的人心里迷信 你看98年 说这个法国世界杯 它的吉祥物是一头攻击 这个很正常 法国人都自诩为高炉胸鸡 比如说法国队这件运气 高炉胸鸡带来的 说本来前面一路过关斩将 到决赛碰到94年世界杯的冠军巴西队 巴西队那是强大 卡洛斯 卡弗 林瓦尔多 邓家 包括罗纳尔多 当然罗纳尔多当时 这是第一号的球形 可是就在跟法国队决赛之前 罗纳尔多突然间昏迷了 经过治疗能上场了 全场跟梦游一晚 结果最后其他内 投球进了两 最终法国队是3比0 大胜巴西队 但是后来我们很多人怀疑 这是假球 有可能赌博集团操控 要怎么罗纳尔多 说昏迷就昏迷了 但当时法国人就认为 攻击是个吉祥物 你看这是胜了怎么都好输 要输了可就不是那样 咱们的典型八六年世界杯 八六年世界杯又是墨西哥主办 墨西哥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 两次举办世界杯国家 七零世界杯和八六世界杯 八六世界杯墨西哥别出新词 这八二世界杯人家用个成的 以往吉祥物不是人就是动物 是给他换个 用植物跟人学 他跟有什么 墨西哥我们都知道辣椒很出名 弄个辣椒当吉祥物 结果这件墨西哥 虽然是小组出现了 打进淘汰赛了 但头一轮淘汰赛就下来了 所以很多人说这辣椒 它是个季节性植物 你刚开始吃挺辣挺好使 吃习惯了就没事了 人对手就不怕你了 所以人说这届世界杯 这吉祥物也没弄好 墨西哥人说 植物当吉祥物是不灵的 在世界杯历史上 有这么两次植物当吉祥物 结果对东道主国家 都没带来好运 但是虽然没有给墨西哥人 和墨西哥队带来好运 但八六世界杯 可是一件经典的世界杯 他给一个人带来了最大的好运 那就是马尔多娜 那我们这期节目 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看看 马尔多娜这个惊世之动 那是马尔多娜的 他不肯定的 他不回应 马尔多娜 他不回应 马尔多娜 是什么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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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唯一的原因 为马尔多娜 能够回应 过了 不爱帅哥爱老头 女孩为啥会成为大输控 女婿竟比岳父大 尴尬关系又该怎样平衡 过碗瓢环酱醋茶 爱情到了婚姻会有哪些变化 老夫配少妻又会带来哪些社会问题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小媳妇遇上大战户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粉酒 独家冠军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